第七百三十三集 经脉 血管 五脏六腑等等 已经全部齿金化 彭博的金色气血之力 犹如汪洋一般遮天蔽日 他纵然不是入神境 也足以单独面对 半步入神境强者 这便是他的臆长 更为关键的是 他肉身已经抵达一个 无比恐怖的程度 妖王万岁 万岁 妖王无敌 朱杀叶士天 请妖王 朱杀叶士天 不少百战王亭的神将们 已经开始激动了 刚才还以为 自家王主要和叶士天联手 都聊得这么开心呢 没想到两人直接翻脸 各自进入了巅峰状态 他们都期待 百战妖王把叶士天打爆了 而另一边却是另一种状态 咱们王主 气势好像根本不如 百战妖王啊 天文神将和凤凰神将 同时叹息一声 气势的差距 仿佛就预示着夜尘必败啊 这个新的光明王亭 不会就此散伙了吧 思索之间 一道震怒之声响彻云霄 叶士天 戏耍本王 是要付出代价的 不按规矩办事 也要付出代价 百战妖王俯冲而下 滚滚烟尘而起 顿时和夜尘厮杀在一块 龙爪随意一击 都能洞穿一切 引来一片片雷电 劈杀在夜尘身上 他更是迅速挪动庞大的身躯 一个龙扫尾掀起狂暴的气浪 直接击飞夜尘 他已经给过夜尘机会了 却没想到夜尘不仅不答应 还对自己下黑手 焉能忍耐 必须当场把夜尘打死 打不死也要把隐藏在 夜尘背后的人引出来 另外找个人谈 这种不按规矩来的小辈 简直是找死 劈里啪啦 无尽气浪宛如刀刃在夜尘的 周身撕裂 衣服彻底碎裂 夜尘固然很强 但是面对百战妖王 如此狂暴的一击 也是微微心计 他这才发现 百战妖王比他想象的 还要恐怖许多 两人的差距太大了 一击之下 夜尘的身躯 瞬间犹如流星坠落 死死地砸在了大坑之中 手中的士仙剑 却是疯狂引动剑气 绞杀百战妖王的龙尾 传出道道坑枪之声 伴随着火星的四剑 也有道道赤金色龙皮 被切割下来 纵然如此 夜尘还是太过狼狈 夜尘艰难地站起身 擦掉嘴角的鲜血 冰冷的眸子凝视着 百战龙王 我还不信 干不死你一条畜生 你再强又如何 今天不是你被封印 就是我夜尘陨陨落 夜尘眼眸赤红 敌人越强 他便越强 从华夏再到昆仑须 每一次都是如此 面对强敌 他才能变强 所以这一刻 夜尘爆发权力 随之而来的 又是一击龙鞭 还未落下时 便已经引爆了 重重阵法结界 速度甚至肉眼无法察觉 事先见 给我力量 不灭剑道 杀戮之道 扭转乾坤 给我力量 伴随着夜尘 歇斯底里的怒吼 他的周身磨气滚滚 身后仿佛站着一道虚影 来自地狱的虚影 这是夜尘真正的道 杀道 而那虚影 更是夜尘心中的杀意 夜尘感受着 周身狂暴的力量 不再犹豫 猛地打出一拳 道道全印叠加 好似大海波涛 连绵不绝 直接砸了出去 一道剧烈爆炸声 领得在场所有 妖兽耳鸣 只见地面爆裂开来 伴随着大片金色龙血挥洒 龙尾血肉模糊 最中心出现了一个血骷髅 谁能想到 强大到这个地步的 百战妖王的龙尾 居然隐生生被夜尘打伤 剧烈的疼痛 瞬间让百战妖王变色 小子 你还敢爆发 找死 百战妖王怒了 彻底爆发开来 气血覆盖全身 汇聚在龙尾之上 抹杀了夜尘的力量 强行将龙尾落下 速度快到极致 就像是流星群坠落一般 再次传出爆裂声 一道残影 从中逃出 是夜尘 只不过现在的夜尘 已经伤痕累累 身上尽是鲜血 他低估了百战妖王 固然有杀戮之道 加持还是不够 最重要的是 血灵族的这把剑 固然很强 却不适合夜尘 至少现在的夜尘 还不习惯使用 还不如 斩龙问天剑和星辰剑 夜尘连续喷出 几口鲜血 已经重伤到了极致 血肉不存 若是精神霸体再被打爆 不死都得死了 他审视着百战妖王 意识沟通轮回墓地 你们还不出手 夜尘之所以敢在道远镜 挑衅整个炼体之地的强者 最大的依仗 便是轮回墓地中的大能 他不想依赖 轮回墓地的大能 但是迄今为止 这算是夜尘 重伤程度最重的一次 肉身几乎都被打爆了 他这个程度的伤势 幸好是迈入霸体期 若是还停留在凝骨期 无疑会被百战妖王 活生生打死 凝骨期的人类 根本没有肉身可言 顶多只是骨头蜕变 骨髓增强一些而已 一旦被打爆血肉 那除去灵魂之外 基本上已经算是半死不活了 若是灵魂也被磨灭了 就是彻彻底底的死亡了 但是霸体期不一样 霸体期的人类或者妖兽 肉身都强悍到极致 外表的血肉 即便被打爆 也不会死亡 历经数十年时间 还是可以将血肉毛发 再生长出来 等同于多了一条命 当然 要是连金身一块被遗迹打爆 灵魂也被磨灭了 那还是只能死一次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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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主废了 天文神将枯散着脸 盯着天空中 闪烁着金色骷髅 自家王主都被打伤成这样 若是百战妖王再动手 那就彻底完了 百战王庭的神将们 直接欢呼起来喊道 打死夜市天 打死夜市天 王主万岁 打死夜市天 为两位大人报仇 在百战王庭眼里 一切已成定局 此刻 轮回墓地中 血七叶长叹一声 看向一道身影道 你百戒 出手吧 我和莫宁儿的力量 已经不足以在支撑夜晨 对抗这妖兽 即便全部的力量 输送给夜晨 也只能让他 斩平这头苍龙 而我们神念会消亡 但我们还有东西 没传给他 血七叶的神念 出现都有一段时间了 过程中 给夜晨帮助不少 直接给夜晨 输送力量也不少 但是 他们这一道神念 都是有固定力量的 一旦消耗完 神念便要消散 但消散前 既然认定夜晨 是自己的弟子 便就要将 所会的东西都交了 至少让夜晨 多一份实力 眼下 聂百剑是最适合的存在 这小子 真会找麻烦 罢了 老夫给他一些力量 聂百剑看向血七叶两人 无奈地摇摇头 他自然不希望夜晨出事 这些时日 周围发生的一切 他都见证 也算是知道 这个牧主的性格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夜晨对他的胃口 言吧 聂百剑传音道 夜晨 事已至此 我就给你一道力量 记得 未来去血灵族 练封印之地的时候 先把我的镣铐和封印打开 话音一落 一股磅礴的气血之力 汇入了夜晨的体内 这力量之感 让夜晨眼眸微变 紧握双拳 夜晨仿佛掌控了整个世界 太爽了 百战妖王 伴随着一道怒吓之声 天地变色 无穷无尽的雷光闪烁 震慑四海八荒 夜晨重新滋生出血肉皮肤 毛发 又取出一套休闲服穿上 长发飘散催下 动轴间 犹如仙神穿越万古降临一般 强横至极 他轻轻踏出一步 大片大片的地面崩碎 庞大的气血之力 引得整个炼体之地的树木 都在向他沉浮 你差点打爆老子的肉身 老子今天即便要收服你 也要先打爆你的肉身 他收起视线剑 这等一品仙气 同百战妖王硬碰 必然会碎裂 还是以拳头对应最好 而他的气血 在各种增幅之下 狂暴到巅峰 他知道这道力量有时间 若是在这个时间内 无法收服百战妖王的话 自己今生便承受不住气血之力 自行崩溃 小子 看来 这就是你的底牌 你背后的人 果然对你很是看重 这秘法 居然强行将你提升 这么多的境界 有意思 天命妖王死在你手里不亏 百战妖王毫无畏惧 甚至跃跃欲试道 哈哈 本王早想与巅峰状态的你交手 本王知道 你怨恨本王用人类鲜血酿酒 用人类颅骨制作骨杯 以至于合作无法达成 他停顿片刻再道 但是 那都是弱者的血肉骨头而已 你若是真能击败本王 本王便帮你 至少跟随你 和跟随你后面的人 差距不大 反正本王也能提升实力 若是你无法击败本王 本王就强行 让你背后的人出面 至于你就只是个废物罢了 不值得 百战妖王的意图非常明显 说到底 一句话 老子就是要跟强者 他觉得在炼体之地中 已经很难提升实力 所以要跟随强者 提升实力